来看到神韵艺术团全球巡回演出的最新消息 3月5号晚间 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在英国伦敦巴比肯中心的首场演出 赢得了观众的热烈回响 已经是第二次看神韵的著名宝莱坞舞蹈家及编舞家 宏尼·卡拉雅 也被神韵的内涵深深感动 我觉得舞蹈不是只关于身体的动作 作为专业舞蹈家的宏尼 赞叹神韵每年都推出全新的节目 但都一样优雅美丽 一样充满能量 同时她也被神韵的内涵深深感动 它不是只是专门来专门来专门 有美丽的意思 behind it 有 fantastical themes 那些观众带来的观众 那些有一个信息 我认为是美丽的观众 让人们回回来 他们不是只是观众的观众 全球全球 但他们也教育他们 教育他们 这麽美丽的 civilisation 就像是中国的 civilisation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 整个制作团队和整个团队 都帮到全球的观众 全球的观众 所以全球的幸福 祝大家 我将来到来 明年再回来 去看神韵的第三次回合 宏尼最后表示 她的家人会来观看神韵接下来的演出 千万不能错过今年的神韵 新唐人记者梁东 文正英国伦敦报道 这次的一天 没有什么事 你能将制作团队 都不在乱 我认为你能够